先前公布過的 在這個手板下方有綠色小字 是有一例原來在6月27號公布的確診死亡個案 經過衛生局後續的調查 不符合確診病例定義 予以排除 所以今天有重症檢疫跟死亡檢疫 是指這個綠色小字的這個部分 那這是一個我們在6月27號公布的80多歲的 台北市的女性 在5月11號的時候就已經 這個在家中昏迷死亡 那經過這個 檢查是有快篩陽性的一個情形 所以 後 後續這個診所這邊相驗 經營開立的診斷書 是有寫新冠快篩陽性的一個診斷 透視也有 他本身慢性的這個神經系統的疾病 不過因為在5月11號死亡以及開立診斷書 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這個快篩陽性就經過 醫師確認 視為確診這樣的一個新制 這個新制是5月26號才公布實施的 所以經過衛生局回頭去檢視這一個個案 是認定說 他當時的這個情形不符合確診病例的定義 所以台北市衛生局這邊有通知診所來補提 這個 排除通報的這個 維護 所以我們這個案例就是從確診個案 這邊就排除 那同時當然重症跟死亡 這個統計也排除 不過如果就家屬在這個先前已經有 去跟我們的這個衛福部社公司這邊申請死亡 慰問金的話 是不會再予以追悔 所以這部分就是在這邊做一個補充的一個 說明 這一例應該是今年確實本土疫情以來 就是這個首例就是說有排除 因為這個確診定義 就是先前先後的差異 然後所以在經過回溯之後 有金衛生局這邊 研判排除死亡 同時也排除重症這樣的一個個案 這是首例沒有錯 那目前來講應該並沒有說 我們有通令說個衛生局要去回溯 這應該是個衛生局 自己有本身主動去想要再瞭解 或者是因為一些 可能從診所或家屬這邊後續發現的一些 狀況後來做個案的一些調查瞭解 所以我想沒有特別就是說再回頭去就這個 已經公布過的死亡 再去做清查或者是盤點 這樣的一個情形